新竹高鐵站外一排排自行車機車都是通勤阻停放的 但現在這名車主召集的向警察反映自己的自行車不見了 懷疑遭有心人士偷竊 然後坐火車過來本來要來 9月25號最後一次看到 報案後遠景陪同巡車 調藥監視器想揪出偷車賊 只是畫面一開啟 這騎車的男子車主越看越眼熟 不就是自己嗎 這時他才猛然意識到把車子騎走的人就是他本人 先生誰是這台嘛 沒有 太清楚了 沒有 太清楚了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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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找到就好 我怕兩位警官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下次記得就停在那裡 實在覺得很不好意思男子頻頻道歉 他在2號下午2點多在新竹高鐵站下站 走到平常停車的地方準備騎自行車回家 結果卻發現車子不見了 應該是每個禮拜就是會有一個禮拜 就會停在那邊的某個欄杆上面 然後停了之後就會去上班 或者是有時候是要去台北 然後通常回來的時候我就會再把它騎走 原本還在仔細解釋平常用車習慣動線 最後看到監視器影像才回想起 他因為工作關係台北新竹兩邊跑 上個月25號他先將車子停在平常的位置 過了兩天27號時他搭高鐵北上 把車移到附近距離500公尺的停車棚 但這個月2號從台北回來新竹 卻忘記自己中間移車過才趕緊報案 注意停車地點可以使用手機拍照記錄 周遭特徵避免忘記停車位置 也要避免將貴重物品放在車上 離開前更應該暢鎖 還好最後烏龍一場車停在停車棚沒有被偷走 TVBS新聞陳世銘李嘉燕新竹采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